农历年假结束花莲最美的溪流凤林溪 不必担心农田翻更后花海景色消失 凤林镇公所与凤荣地区农会合作 在凤林溪床抚复地打造美丽的花海景致 11号早上8点将举办劍走活动 农会总干事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许多在地好礼以闯关的游戏方式让大家领取 凤林镇的平原桥、林田桥之间的河段 在前镇长萧文龙的整治后 以西床浮复地打造花海景致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赏花 而两侧五公里的河堤 种满了嘉东树 是周边民众早起运动的最佳地点 11号上午8点 凤荣地区农会将在此举办劍走活动 也欢迎大家到凤林赏花抓住寒假的尾巴 我们幅度迎春赏花区的这个活动 我们即将在2月11号 早上8点在我们的米业餐厅的广场 盛大来举办 尤其今年受到海外的影响 本来花可以如期来展开的 但是说真的 整个延迟大概两个礼拜 我们还是凤林 凤林这个国际曼城 还是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凤林 那这一次的活动是由我们凤林政公所代表会 还有凤荣地区农会 这金三角共同来举办的大型活动 那也感谢我们的前政长 孝敬政长 把这一个服务地 尤其这个凤林西 整治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两岸两边的那个河道 有那个我们家东树 那路数非常非常美丽 那整个环道的部分 来回走一圈大概是五公里 非常适合亲子 然后这边来进走 然后一方面 可以看赏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办活动的 有在五个点 有中继站 一个补给站 可以享受我们在地的美食 凤林西获得中央评选为 第十届台湾景观大奖 由于凤林西位居于贯通花莲的交通枢纽 搭配在地的特有慢活特色 在相关单位的积极打造下 相信凤林西将成为最经典之作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